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米娜 今天带大家Virtual Tour来看一下 耳湾巴赛如纳新开盘的4号和5号户型 那么这个盘刚开没有多久 4号和5号户型都分别各有解决在售 那么4号户型是三房2.5位1860尺 售价是120万起 5号户型是四房三位2140尺 售价是140万起 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好,那我们现在位于耳湾公司巴赛罗纳户型4的官方网站上 可以看到户型4呢是从120万起 三房2.5位1860尺 双车裤 先看一下房子的外形设计都有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我们点击下面这个Virtual Tour的小红键 就可以在线看房啦 这一次呢我们又空降在巴塞罗纳户型3的客厅里面 那我们先找到大门口在哪边 从门关处再进来参观这栋房屋 不了解巴塞罗纳小区的呢 我介绍一下 那么巴塞罗纳小区呢 是尔湾公司在尔湾光谱中心附近的一个铁门小区项目 那么这个小区呢是由铁门警卫保守的非常的安全 附近呢非常的便利 进购物中心进超市 进餐饮中心等等 那么这个小区的平均站地呢 每户的站地呢都是两三千尺左右 之前呢户型一二三 我有出过视频的看房 没看过的小伙伴呢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户型4和户型5呢 为三月底release出来的新盘 目前呢有新房在售 那么我们今天参观过 Virtual Tour之后 小伙伴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 那么户型4呢 还是设计的开放式的客厅厨房和院子的联通式设计 因为尔湾这一边近海 近拉古纳海滩 那这边的气候呢都非常的宜人 夏天呢不会太热 冬天呢又不会太冷 一年四季呢空气都非常的清新 那可以看到拍Virtual Tour的这一天呢 天气没有非常的晴朗 可能是因为最近美国经常下雨的原因哈 巴塞罗那的一二三户型呢之前也非常的热卖 非常受大家的喜爱 每一次新的房源上市呢都很快会卖掉 这也跟他非常便利的地理位置有关哈 他上高速公路 还有去Los Olivos Marketplace 还有Urban Spectrum Center都非常的近 也就是洛斯奥利福购物中心和尔湾光谱中心 二楼的楼梯一上来呢 便是一个loft area 那喜欢loft的人呢可以在这边设置一个自己的小天地 那么如果想多加一个房间的话也可以在这边选择改为多加一个房间 在这边加一道门即可 那上到二楼之后呢主卧在我们的右手方向 透过窗子可以隐约看到外面一片一片硅化的空地和盖好的小屋哈 那看到主卧的卫浴呢这边设计非常的简洁 颜色呢使用的非常的清新 柜子呢都是象牙木的白 配着花纹礼石 加上浴室的花纹礼石墙壁 整个感觉呢都非常的现代 有一种高级酒店式公寓的卫浴的感觉 互行寺的占地呢大概是2603尺 那你看他这个洗衣房呢做到了平放洗衣机烘干机的效果 所以空间呢非常的合理利用 并且这边还设有水池 贴心的给我们制放了一个可以手洗部分衣物的选项哈 那这一边次卧所使用的洗手间呢配备了双人洗手台的设计 我们再从上空浮览一下 在这边呢就是楼梯上到客厅的这个方向 然后转右呢就是我们的主卧及主卧的套房卫浴 那么转左呢就是洗衣房 直走呢便是我们的次卧 这个空间格局的设计非常的一览无余哈 好呢看过了互行寺的在线看房视频呢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平面图 那左边呢为一楼 在这一块呢是门厅的位置 从这一边进到入口 右手边呢就有一个洗手间可以使用 那这一边呢是通往楼梯的方向旁边有一个储物空间 这一个门呢是车库的设计 双车库的设计 所以车库一进来左转呢便是我们的客厅厨房加餐厅 这一个open space的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那从楼梯上到这边呢二楼上来转左 便是我们可以选项做第三个次卧 或者是作为二楼的loft二楼的阁楼空间 那这一边便是洗衣房 洗衣房呢和如果你使用三个卧室的话 可以看到次卧二和次卧三所共同使用的洗手间 是有双人洗手池的 那在上一边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大大的主卧套房了 这一边呢还有一个interactive floor plan的一个选项 就是可以在线根据这个尺寸来做我们的房屋设计 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自己上来来玩一下 自行的布置一下设计一下自己的小天地哈 比如说我在车库摆下了一张king size的床 让我们来搞怪一下看看车库可以摆下几张这样的大床 嗯我摆下了三张还蛮有趣的 好那现在呢让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屋的外形 在选新房的时候除了要选房屋所在小区的地理位置之外 也可以选一下自己喜爱的房屋外观 那再看一下这一个周边的各种设施 包括公园呢学校啊还有一些购物中心等等 这边呢是小区的设计图纸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小区在谷歌地图上的位置哈 那可以看到巴塞罗那呢位于尔湾的东南方向 点开这个小箭头可以看到这个小区呢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看房呢有做时间上的需要提前预约的设置 以上呢就是户型4的在线看房 好现在让我们去到户型5来看一下 户型5呢为四房三位2140尺 双车库 占地面积呢平均是2662尺 售价呢为140万美金起 那么现有在售房呢 建商都有选择性的做一些升级 具体呢可以小伙伴向我们咨询呢 可以看到这边写的我们都是10尺的居家高哦 厨房呢都使用的是KitchenA 不锈钢无指纹的厨房储具设置 那么上网呢也都是使用的谷歌光纤上网 速度非常的快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户型5的平面图 然后再来参观Virtual Tour 可能会有一个更直观的看法 好在这边进门进转 进门入口右转呢便是我们的厨房和餐厅的空间 前方呢就是客厅 同样是一个Open Space 那进门左转呢有第四个卧室和第四个卧室所使用的卫浴 从楼梯上来二楼呢便是我们的卧房和主卧门 右转呢是我们的主卧空间主卧套房 因为主卧占据了很大的空间 左转呢便是次卧二和次卧三 共同使用一个双人吸收牌的卫浴卫生间 现在让我们点开Virtual Tour来看一下吧 又把我降落在了客厅里面的方向 那我们现在来环绕一下找一下我们的大门 大门进来呢左边便是这个设计的简洁的楼梯 正对着我们挑高举架的客厅 客厅的挑高举架呢在视觉上增加了空间的开放性 让人觉得更加的不压抑更加的放松 而且又连通着院子 院子里坐有绿化的墙壁非常的漂亮 在这里呢非常的安心 比起户型4的样板房空间设计 小伙伴是喜欢户型4多一些 还是户型5多一些呢 现在让我们去到一楼的 一楼的那一个自卧来参观一下 我个人还蛮喜欢在一楼有设置一个卧房套房的设计 因为这个卧房呢可以有很多的使用方式 比如说给家中老人居住啊 比如说给客人居住啊 比如说做自己独立的书房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么样板房这一边呢就作为了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书房的简洁设计 厨房储物室呢一点都没有占取空间 采用了一个斜角的设计 看得出来设计师在合理运用空间上的设计呢真的是花了心思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升到二楼看一下吧 首先让我们飞到高空看一下二楼的平面图 楼梯上来呢转右便是我们的主卧超大suite 那楼梯上面来转左呢就是另外两间次卧 让我们先来参观一下二楼的主卧房 主卧房呢墙壁都有做了漂亮的处理 那么主卧房床的左边呢有一个尺寸还算蛮大的衣帽间 里面都有做定制的衣帽间的储物柜子 主卧的卫浴呢在这个方向双人洗手池 右边是我们的林浴室 左边是我们的法式浴缸 白配金的颜色设计呢既奢华又不张扬 那么主卧的洗手间呢在这边 从二楼主卧去到次卧的空间呢可以看到这一边的楼梯可以浮览楼下调高的空间 第二楼的客厅可以看到在客厅那一边的景色 另外一个方向呢便是我们上来楼梯的空间 那现在让我们去一下二楼的次卧二和次卧三所共同使用的洗手间 可以看到这个洗手间的尺寸还算是非常大的 使用的是传统式的格局 洗手池然后内饰是浴室及洗手间的设计 那么浴室呢有做玻璃门的处理 既可以做淋浴也可以做盆浴 同样还是白配金的典型的设计非常的漂亮 对边呢就是我们的二楼的一间次卧哈 带有自己的不如是衣帽间的次卧 三楼我 那隔壁便是我们的另外一间次卧啦 参观过了巴塞罗那呢 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联系我 我是Mina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